我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 那這陣子我開始在拍一個 跟G0V有關的紀錄片 然後我要先感謝G0V 所有我接觸到的人 因為他們對我都非常的溫暖 包含今天我要上來的提案 也是他們鼓勵我上來的 因為他們覺得 這就是一個開放的一個概念 那最近跟他們接觸的時候 有很多各國的那個單位 都在拍G0V的一個紀錄片 然後其實很多組都有一些 就是各國來的 都會跟他們談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但其實我自己本身是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其實我只是一個 10到15分鐘 希望能夠把G0V社群精神 給介紹出來的 線上的一個紀錄短片 就是這個完成之後 他會放在線上的 那當然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們一直在告訴我的 所有人都是沒有人 然後對我而言我的想像是什麼呢 我覺得在各位在座現在在這邊 各位都準備要投入到G0V裡面 任何一個提案裡面的人 然後你們都有各式各樣的專長 比如說做網頁 比如說做UI、做UX 做各種程式設計的東西 那對我來說你們像是超人 對我來說你們是超人 對我來說 你們是有超能力的一群人 然後這群超能力的這一群人 他們...你們願意站出來 然後去為這個社會做各種事情 去填各種坑完成各種專案 那對我來說 然後你們又告訴自己 你們是沒有人 所以對我而言 在這個故事裡面 對我而言你們就是一個 匿名的超級英雄 那並不是說各位 每一個人是超級英雄 對我而言可能整個社群 整個社群就像是一個超級英雄 可是這群超級英雄 並不是因為你們多厲害 或是你們多強 或是你們多有責任感 或是你們多有理想性 對我而言其實那個真正重要的事情是 不管你們要開始任何專題的時候 你們明明知道自己的力量可能有限 一個人可能有限 可是你們依然願意去做 去跨出那一步 去開始任何一個專案的那一步 這件事情其實讓我 對這個社群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想要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想要拍這樣的一個片子 那這個故事可能包含 在線上所發生的事情 在線下所發生的事情 而線上跟線下之間的事情 是如何互相影響的 那我會希望能夠爭取到 吸引到 就是這個片子如果完成 能夠上線的話 也許它可以吸引到更多 沒有人這件事情的存在 那目前為止 我有一個主要的備設者 就是剛剛在這邊提案的Keyang 然後前一陣子 我也採訪了選錢大補帖 然後還有一個台灣會選私家登錄地圖 那我希望也許有機會 可以跟更多的專案去做對話 那今天我想要真的 其實是受訪者 我想要真受訪者 就如果你在今天裡面 如果時間到了 如果你願意讓我聊一聊的話 OK 那或者是你可以拍一些 你自己的內容 來,坑主備章給你 就大家找浩生 OK 好嗎,謝謝 謝謝 好,那接下來一個提案是 哲文